小女孩三更半夜被一阵恶魔低于唤醒 等她靠近花瓶的电视机 之后那鬼手化为一缕白烟 笼罩在父母的床上 他们却还浑然不知 直到她聚合成一道光线 直射进对面的墙上 整栋房子开始了剧烈的震动 父母也从熟睡中给惊醒 惊恐地等待骚乱的停止 这下可一点都睡不着了 看来当地是发生了八级地震 但第二天在广播中 根本没有相关的正式报道 连住在社区另一头的朋友 都对此一无所知 昨晚睡的别体有多香 相比较莫名其妙的地震 母亲更担心小女儿昨晚的那句话 奇怪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 小儿子手中的玻璃杯凭空自爆 露出的牛奶撒了大女儿一身 为了避免待会上学男同学误会 得去换件干净的衣服 吃完早餐 孩子们都乖乖去做自己的事了 可妈妈刚把椅子摆放整齐 放下碗筷的功夫 她们又如同连衣一样散开 母亲还以为是小女儿的恶作剧 但等她再次摆放整齐 这颇具艺术感的场景 可不是四岁的小女儿能干出的事 母亲立刻意识到 可能就是小女儿口中的那个电视人干的 等到晚上房产中介老公下班 母亲迫不及待向她展示这一惊奇的发现 只见椅子从她们面前 在无任何外力的作用下 自己移动到了对面 丈夫还以为自己的眼花了 亦或者是当媳妇的心学了什么魔术 再给她表演 直到小女儿也凭空移动了起来 丈夫不得不相信发生的一切了 小小的脑袋有着大大的疑惑 鉴于自己看过不少恐怖片 初步判定咱家的房子一定是闹鬼了 待明天早上看能不能联系上温子仁 找一下画轮夫妇来驱魔 奈何人能等 房子里的鬼早已蠢蠢欲动了 小儿子一直都很惧怕窗外的那棵百年枯树 尤其是到了雷电娇家的晚上 那棵老树看起来则更加甚人 男孩只能在床上念念有词 妖魔鬼怪快离开 可没想到窗外的枯树破窗而入 如走了惊慌失措的小儿子 与此同时 另一股力量打开了一个衣橱的门 强大的吸力 带走了床上的小女儿 而在外面凝救小儿子的父母 对二楼正在发生的事 却浑然不知 所幸千军一发之际 父亲抓住了小儿子的手 那棵活过来的枯树 在龙卷风的席卷下 被带上了天堂 屋子外的一切都变成一片废墟 当一家四口跑回家中 这才发现小女儿不见了 小儿子突然从电视上 听到姐姐的呼救声 直到母亲过来 也确信女儿的确被困在了电视机之中 男主人家的奇怪现象 很快引起了超自然研究小组的注意 领头的马东美马阿姨博士 带着两个男助手来男人家中检查情况 对于这次出任务 研究小组显得信心满满 表示自己经验丰富 什么妖魔鬼怪都不在话下 男主人打开紧锁的房门 回复到那么这个 阁下将如何应对 马阿姨喝着咖啡表示 捉鬼这行我们是专业的 怎么可能被这种小场面吓倒呢 依照我的专业知识 在房子里作祟的正是捣蛋鬼 她天生爱搞恶作剧 不弄到满衣是不会停下来的 母亲听到这顿感崩溃 她认定小女儿还被藏在房子里的某一角 当务之急是赶紧救回她 并在母亲的召唤下 小女儿再次从电视中传来呼唤 可这会儿在她身边 似乎围绕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一阵救命般的呼叫 小女儿的声音再次消失 只留得母亲原地掩面哭泣 为了防止这些鬼 超自然研究小组决定通宵观察 以防止这些鬼魂出现 经过仔细分析 两位助手认为房子里 可能还有另一个异词员空间 到了深夜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熟睡 只有两位助手看着科学一气 盯着房子里的一举一动 眼镜小哥去冰箱找吃的 捣蛋鬼也开始了他的主场表演 开始吓唬这个哥们 身临其境的幻觉完全吓到了眼镜小哥 大厅里也不闲着 摄像头自顾自动了起来 以最佳角度对准了二楼的台阶 昭示着鬼界最佳女演员的登场 而从刚才捕捉到的镜头 发现这个房子里早已住满了孤魂野鬼 可究竟是鬼打扰了人 还是人侵犯了这些鬼的亲近 不管是怎样 为了安全起见 夫妻俩还是把孩子和大金毛都送走了 虽然博士马阿姨是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 但她毕竟理论知识丰富 实战经验偏少 她意识到基本上不可能 用他们的办法来解决闹鬼的问题 所以她计划邀请捉鬼道姑出山 作为一名房地产推销员 当父亲的已经好几天没有上班了 房地产老板亲自来拜访她 想看看她的优秀员工怎么了 目前男主人住在这个社区的房子 就是他们公司自己开发的 房地产老板带着男主人来到社区附近的一个目的 说公司正准备开发这一块 通过两人的谈话 我们了解到男主人住的房地产过去 那可都是目的 这是男主人以前不知道的 她认为目前的家里的闹鬼情况 很可能与目的有关 到了晚上马阿姨邀请了一位专业人士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这位身材矮小的林梅 大大小小的阴间战役无数 走过奈何桥 踏过阎罗殿 可以咳嗽牛头马面都得哆嗦 跺一跺地地狱判官比都下掉 俗话说专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绕房子一圈后 老林梅肯定地说 小女儿还没死 而且就在这所房子里 为了顺利救出小女儿 林梅阿姨召集大家召开动员会 简单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大致意思是这个房间里的鬼市组团的 其中有一个强大的邪灵 可以轻松开启阴阳两届 这是邪灵正和小女儿在一起 通过小女儿控制其他鬼魂 林梅阿姨说得很生动 其他人都很害怕 最后在林梅阿姨的命令下 大家伙开始了阴阳大战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父母双双隔空呼唤小女儿 当小女儿回应时 指挥她跑向那唯一的光 随着卧室的门被打开 林梅阿姨首先把一个网球扔进了储藏室 网球很快从一楼的屋顶上掉了下来 这表明林介和杨坚是相互联系的 接下来重点的来了 林梅只是父亲将绳子的一端扔进一次元入口 然后让楼下的助手把绳子拉下来 现在就需要勇敢的母亲 绑着绳子的另一端 从入口进入去拯救自己的女儿 在与父亲真情告别后 母亲毅然决然地冲了进去 随着林梅的阵阵有词 父亲的一边拉着绳子 一边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 并闯来一只巨型邪魔 对着男主人不停怒吼 与此同时 大厅的助手顺利拉出了母亲 怀中正是心心念念的小女儿 林梅阿姨看到自己成功了 抚摸着散乱的头发 一脸傲娇地对着镜头摆姿势 为了防止邪林杀个回马枪 一家人决定立刻搬家 电影到此风格陡然直下 编剧兼制片人斯皮尔伯格让道 德州电剧杀人狂的导演托比祸破上线 一家人享受着搬新家前 最后的快乐时光 可邪林并不打算轻易放他们离去 半夜小儿子再次被一样的响动惊醒 原本好端端坐在椅子上的小丑玩偶 竟不翼而飞 直到他翻看床底 刚泡完澡的母亲 此刻也听到了孩子的呼救 但这个导弹鬼对自己也施加魔爪 整个人在房间里上蹿下跳 另一头卧室房门紧闭 橱柜里的东西正在呼之欲出 回复平衡的母亲 甚至还在孩子门口 被一只白毛邪灵拦住了去路 眼看房间里的孩子们孤立无援 女主人还想朝邻居呼救 但一个不小心 跌落静修了一半的游泳池 好在母亲并不孤单 这里的老住户刚好下雨天出来透透气 连棺材带骨头的组团欢迎女主人 脱比老头你是多爱人骨和折磨女演员 好在邻居及时出现 救出了女主人 这才着急忙慌地赶回去救孩子 一个漂亮的西区苛刻变交 恰到好处地表现母亲焦急的心情 而卧室里那邪恶的存在 无比渴望吸入这些新鲜的灵魂 好在最后关头母亲迸发的力量 救下了两个孩子 可房子底下的无名尸骨 正一个个拔地而起 看到这个场景 当父亲的绷不住了 拽着老板的领子 咒骂他这个没良心的商人 干的好事 当初建房子时只是把墓碑全部牵走 却留下了这一具具尸体 现在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 面对员工血淋淋的指控 老板也被问得哑口无言 现在不是找老板算账的时候 得赶紧带上妻儿逃离这个鬼地方 最后整栋房子 在崩塌中全部被吸入进了阴间 控留房地产老板掩面自责 经历了这惊魂一夜 他们一家人无论如何 也不会再回来这个地方 甚至连电视也开始变得忌讳 以后再住房子 第一件事就是搞清楚这里以前 是不是有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如果有 那可千万别住